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万一跟赵管克冲突起来不好办 找个理由还不容易 真部不是让你们是成立一个角共击查队吗 那就以清角共档的名义去 赵管克没有理由不配合 对了 韩美 你的那个击查队的队长人选怎么样 郭亦南呀 您觉得怎么样 难道你手上的那张牌不打算用吗 您说赵二狗 对啊 你说你养这条狗不让他出去咬别人 让他来咬我吗 对 我把他给忘了 那这样明天我就让他带人去查 韩美 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您就放心吧 他有把柄在我手上 是 是 安妮 杏干 小宝贝 赵二狗 李师长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呀 还不是为了你俩的事 你想的胆可真够大 我现在是鼎雷在帮你 知道吗 李师长 您的恩德小弟 记得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何况又是这种积德行善的事 艳妮小姐跟我说了 她对你是有情有义啊 现在怕只怕林军长嫌你是个敢死队长 所以才一直没有公开 林市长 艳妮小姐对我有这份心啊 我就知足了 知足 光知足就行了 知足你对得起艳妮小姐吗 可是我就是一个敢死队长 这事我也没办法呀 说着话都透着没出息 你就甘心一辈子当这个破队长啊 不甘心 是 当初是我给你俩欠了一下 现在弄得我都齐虎难下 做了 帮人帮到底 好事做到底 你 现在倒是有个机会 你要是做好了 林军长也会高看你 到时候提个职 当个团长师长什么的 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就看你干不干 林市长 我要真能往上提拔提拔 再取成一下你小姐 您那对我就是大恩大德 小弟莫齿难忘 干啥 您说吧 林军长现在看中的就是脚工 军部打算在我的师里 成立一个脚工击察队 队长的职务 现在是个工具 虽说这是在我的手下 可一举一动 都在林军长的眼皮底下 我 你啊 你倒是干不干 我 二哥哥 刚才我可都听到了 还不赶紧谢谢任林市长 谢谢 这是多好的机会啊 就是就是 谢谢师长 赵二狗 你疯了你 搜人搜到这儿来了 我现在是师部的鸡察队长 这也是奉命兄弟 那也不行 带着你的人 给我滚出去 团长 二狗哥带人来搜查了 你俩马上转移无尽洞 快 看看去 好 谁在这儿呢 大哥 二狗哥 军部下的命令 让我当鸡察队长 团结 挺厉害啊 挺厉害啊 咱俩现在是平级啊 可以啊 我说 二狗啊 冲起了 大哥 是 大哥 别叫 别叫我大哥 咱俩 咱俩是平级 你得叫我团长 我说二狗啊 你得给我记住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 这儿 这儿 是乖的地盘 怎么办呀 市长能不能被搜出来啊 能 可咋还整个这儿 大驾光临啊 怪不得呀 王叔郎 给鸡拜年来了 我今天是奉命 来搜查 搜查什么呀 共产党啊 共产党 好啊 太好了 这样 你把那共产党叫出来 我也想看看 那共产党 长得什么模样 志成 对了胖子 你把文件整理整理 该藏好的都藏好 行行行 那你俩慢点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的意思是说 我窝藏共党 可以 你可以找 你要是找出共产党 你看我的脑袋 你要找不出共产党 你从我这钻过去行吗 嗯 不敢了吧 嘿嘿 你丢的是便 我丢的可是脑袋呀 咱俩敢不敢打这个 你自个儿垫了 赌就赌 二哥 搜 好 好 咱俩说好了啊 谁要是输了 谁别想出这个门 站着 里面有个地窖 二哥 有个地窖你不知道吗 市长你没问过我呀 去 下去看看 来 二哥 那地窖里很吊死鬼人的 吊死鬼 市长 吊死鬼 他说有吊死鬼都有吊死鬼啊 去 下去看看 你去不去 不去蹦了你 我去 闪到 市长 哪儿有人啊 哪儿有人啊 什么 穿 有个门 有个人 赵历长 赵历长 您说的对 确实没有公道 把枪头放下 放下 把枪放下 把枪放下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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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个意思 想走 那还怎么着 你说怎么着 你输了 认赌服输 怎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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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还是不钻 我告诉你 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你还大丈夫 对了 对了 他亲口说的 可杀不可辱 那行了 我先把你给杀了 他们给我做证 来吧 你欺人太甚了 我欺人太甚 还是你欺人太甚 我先把你给杀 我带走 去 等会 我的眼镜过去 赵官哥 你给我等着 赵官哥 走 可你太想得出来 韩明 喝 咋还哭了 来 走走走 韩明 男人要想成就霸业 受点委屈不算什么 这古时候 不还有韩心夸下之辱这说吗 这样 好 既然这次捅了马蜂窝 那索性捅到底 把罗麦抓起来 行 我听您的 明天我继续派人盯着他 只要他从报道团一出来去医院 就把他抓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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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 伤口发炎了 亏来的很严重 那赶紧治啊 已经没有特效消炎药了 从哪能搞到药 医院 我去 团长 你别冲动啊 你说现在不打仗 又没有伤员 你去医院要药 不引起怀疑吗 这样是找害安全吗 不是那怎么办 就让他这个样子下去啊 我说护士 身份方便一些 我去吧 那你辛苦 其实我昨天已经去过了 被人跟踪了 药没拿回来 我先去再去试试 我去洗点药 罗护士你来啦 小李我去点药 稍等啊罗护士 拜托 我起来 罗小姐 我是林士庄的人 有什么事 林士庄请你走一趟 请慢 罗小姐 我跟林汉 也没什么可说的 这恐怕也不斗我了 请吧 要求回来的没有 罗外呢 给我求完药 让林汉民那人给抓走了 罗小姐 咱们就开门见山地说吧 你到医院拿的 你到医院拿的是不是小炎药 我没拿小炎药 我们想知道的就一定能知道 你应该明白 没有证据 我们是不会随便的 我不想跟你说话 好 你把包打开一下 我凭什么打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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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这儿 还有什么东西能藏得住吗 找门客 公务 你干嘛呢 你干嘛 我这是执行公务 你执行公务 你抓我的人干什么 抓你的人 我不妨告诉你 罗曼他通工 他通工 我说 你眼睛不好使 怎么那脑袋瓜子也不好使啊 行行行 你怎么不说我通工啊 告诉你 你就是不地道 你有证据吗 没证据能随便抓人吗 老郑 干事吧 处长 我说大哥 别总这么咄咄逼人的 罗曼整天出去买药 急查队查一下 有什么不对的 罗曼是个护士 买药不很正常吗 很正常 但是怎么能证明他买的不是军部严控的消炎药呢 老外 给他看看 打开啊 给他看 团长 你给他 胖药都跟我说了 给他看 老曼 你团长让你打开你就打开吧 主长 主长 打太药 怎么回事 打太药 我先打你 放开 老板 你看 这是咱们的心房 我都没动过 因为我在等你回来 答应我 嫁给我好吗 周仁强 我根本就不可能 嫁给一个杀人狂 可是你坏了我们的孩子 就算我有千错万错 就算你不原谅我 孩子是无故的 把他生下来好吗 是 我受败了你的孩子 就因为他是你的 我根本就不可能要他 我买你 算我求你 孩子是无辜的 只要你也答应我 把他生下来 我答应你 我一辈子在你好心强 完了 不完 不完 周仁强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从那天晚上开始 这你要的罗曼根本就不可能 想回来了 我永远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我也不可能要这个孩子 罗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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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罗曼 回来 你放开 你听我说 罗曼 周真强 我已经听你说高了 那是我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不能打就他 你根本就没有权利管我 罗曼 我求求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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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曼 放开我 你什么疯了 你什么疯了 你疯了 你疯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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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我 我 在 然后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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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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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正强 你不是人 他還回給你的孩子呢 老麦 老麦 老麦還走 老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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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因为现在没到杀他的时候 能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必须忍的 我这次回来找你 因为这件任务只能你帮我 如果你不帮我 此刻不仅仅是你一召观客 而是所有的兄弟们 什么事这么重要 事到如今 我也不怕告诉你 共产党决定起反了 真的 没法胜利在即 国民党为了抢脱革命果实 打死多少人看他 彻彻底底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 共产党人也彻底认清了 国民党这次亲共的真实面目 所以决定武装反抗 太好了 那还等什么 打呀 石头 你别着急 这次起反 是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人一起行动 党中央会派一位首长 召集全国各地的共产党代表 召开秘密会议 统一部署全国各地的起义行动 那我们也参加这个会吗 我们不仅仅要参加 而且要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 做好一切的准备工作 不 这个会在哪开 江汉 这里交通比较便利 各地的共产党人来这里都比较方便 所以党中央决定把这次会议定在江汉 这不是咱的地盘吗 是 而且我曾经又是独立市的市长 对这一代比较熟悉 所以这次会议由我来负责 可是现在白色果薄 风雨飘摇 江汉的角过 搞得人人自卫 要想成功地召开这次会议 叹何容易 在咱的地盘上 又有暴走团的兄弟 不就是开个会吗 多大个事 我帮你 知道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你放心 我就是活出我这条老命 我也帮你 知道 这次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求你 你说 随着回来 另外一个任务 就是要把咱们的队伍带出去 偷奔共产党 独立师 是我带出来的队伍 现在已经被周振强 拆积的四分五裂了 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 吸收我气 豹子端18港道 你一定要保证 把他们的完整带出去 偷奔共产党 偷奔共产党 你和刘同军都不同意我加入共产党 我怎么偷奔共产党 不是不同意 而是实际不成熟 还得怎么承受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当过军方 当过土匪 知道 那你想过没有 我们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的 现在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牺牲 我们要想尽办法 保存自己的力量 你现在是周振强的严重厅 如果你这个时候加入 风险不是更大吗 有什么风险呢 上一回 在刑场上我已经加入了 结果怎么样 军部还是乖乖地把我给放了 可这次不一样 这次你肩上的担子中 你可不能溜了肩膀 一旦出现任何差错 耽误的可是大事 知道了 你放心 我向你保证 等实际成熟 我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一定让你成为一名合格的 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好吧 好 怎么样大夫 孩子能保住 我们想把这个孩子打掉 可是这样对他的身体伤害很大 团长你给你打个主意吧 这不造孽呢吗你说 团长 你要拿不了主意 那就听落脉的 把孩子给打了吧 当假的啊 这孩子不能打啊 我就欠罕孩子 你让他生起来 再苦再难我给养着行不 这孩子也算是豹子团的一分子 人都叫你养吗 留着这孩子呀 只要了我不死 还是团长 豹子团 谁的命都不能丢 更何况一个孩子 一个无辜的孩子 你来看着他 我喜欢你 我正是因为喜欢你 我才不能害你 我喜欢你 我是真喜欢你 你走吧 我连兄弟不走啊 我今天来啊 就是给他们俩 撮好撮好 我给周代表让路 我爱罗曼 我今天就是来带他走 你把他带走 谢谢 谁都别跟着我 谁都别跟着我 谁要跟着我 我都别去 快走 你安心养病 其他的事不用担心了 你不用管 过两天我再来看你 方嫂 我先回去了 行 梦白啊 我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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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啊 好 团长都说了 这孩子是在豹子团的 只要他还在豹子团等一天团长 他就不能不管这孩子 豹子 我想一个人敬一敬 那行 你在这儿好不好敬仇 别瞎想了 听见呗 你说我这回要是干得好啊 你舅舅真能帮我吗 前两天我还在舅舅面前提起你呢 提起我 林军长 瞧你这大惊小怪的样子 只有我在舅舅面前说你的好话 他才会提拔你呀 哪那么容易啊 我前面还有林市长和周处长吗 他们有什么好啊 在我心里你是最棒的 你想想 我舅舅总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吧 那是不是你们赵团长啊 是 你快走 你跟我一起走吧 你先回去回去看看 那你小心点啊 你慢点啊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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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儿啊 哦 我活动活动 大哥 你这脸色不好啊 是不是出啥事了 是不是咱娘出啥事了 你给周真强当狗了 是不是看我笑话 大哥 这话可不敢这么说啊 我上警察队也不是冲着周真强啊 那你冲着谁 实话说了吧 我出了个对象 必须得让军部提拔一下才能取得过门 我这才顶着骂去干这个警察队长 大哥 将心比心 那要是罗麦出点啥事 你不也跟着着急上火啊 你别给我提罗麦 咋了大哥 他怀孕了 他怀孕了 好事啊大哥 你这要当爹了呀 不是我的 周真强的 想想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 我以前是浑身使劲 我现在这心 像是被掏空了 大哥 杀复仇夺其恨 这口气咱可不能忍 弄死他 大不了鱼死网破 为了以后更大的事业 你牺牲默契 暴子团是把钢刀 你一定要保证 把他们的管者带出去 偷奔共产党 大哥 你先回去吧 我待一会儿 来来 去哪儿啊 好 嫂子 饿了 你咋的了 你穿这事不挺神奇的吗 咋还哭上了 我是替我大哥难过啊 嫂子你说 我大哥对他罗麦多好啊 又掏心又掏肺了 结果换来啥了 就换来一顶绿帽子 哎 罗麦也不好过 从周真强家楼梯上滚下来的 差点小差 现在还有个床上躺着呢 活该 行了 不敢那刀啊 还嫌不够乱呀 炒饭吃去吧 还是扫子疼我啊 你端他过来干啥呀 喝呀 你吃你饭去吧 这不是给你的 为啥啊 这并号饭 并号饭 罗麦小产 嫂子 他罗麦把我大哥都去成那样了 你还给他炖鸡汤 哎呀干啥呀 哎呀干啥呀 好 嫂子没事吧 你干啥玩啊你 你是不是有病 够你给他炖的了 那给谁 那给谁炖的 团里还有别的病号 有 谁呀 你别管了 反正不是外人 赶紧吃你饭去 这衣服塞一身 脱了一会儿给你洗洗 哎 那给谁炖的 团里还有别的病号 有 谁呀 那地窖里也可吊死过人哪 吊死鬼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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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谁 师长 是我 盒麦 你刚下来的时候 没发现什么异常吗 没有啊 师长 是不是被人发现了 不清楚 还是小心 前两天领寒命带人来搜查 而且我在医院也把人订伤了 我感觉他们已经察觉到了 这几天有很多事情要做 一定要小心 师长 干脆咱们去找独立失算了 他们就在合同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江涵 有些事情 我必须和石头一起文成 师长 我确实我快待不下去了 再待下去 我都快活不下去了 你心里苦我知道 但是越苦 越要向前看 可是我现在根本看不到前面到底有什么 诺贝 你相信我吗 行 那我告诉你 共产党就快有自己的队伍了 真的 当前的形势已经清楚了 敌人竟向共产党举起了土刀 我们的许多党员群众残遭杀害 如果我们再不反抗 革命果实会毁约一旦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忍着 等待着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要相信我们一定能胜利 为了这个胜利 也许我们会面临更大的牺牲 承受更多的痛苦 但是无论前面是万丈深渊 还是刀山火海 我们必须咬着牙躺过去 罗麦 你已经是共产党员了 在这个特殊时期 你一定要担当起来 把自己的苦埋在心底 我们有更大的事情都要去做 二狗哥 你怎么了 火急火燎的 都吓死我了 要出大事了 能出什么大事啊 不会是你团长知道我俩的事了吧 是我发现了一个 能让我再生一记忆的秘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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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